就是台南梅嶺 现在不只可以来看到花 而且盛产的梅子还能够入菜 独特的梅子酱汁 更是还有梅子鸡汤 让很多人赏完花之后 还能大快朵一一般 我们立刻连线张欣怡告诉大家 先一起说 好 主播一大早来到台南梅嶺 登山完赏完花也饿坏了吧 来到这边的业者就推出了 相当特别的梅子入菜 可以看到这一个特别的梅子酱汁 就可以像这样子 淋到这个野菜上面来 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梅子果肉 都还看得到 就是这样子相当够味 又特别的梅子酱汁 搭配上这样子的野菜 吃起来是爽口又爽脆 相当的特别 另外还有相当特别知名的 梅子鸡汤 可以看到业者是将麻油 加上姜拿去拌炒 可以看到香味扑鼻 接着加上鸡肉 还有高汤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主角 腌制够味的梅子 加上去之后 业者说这个汤会越喝越甘甜 登山完赏完花 来上一锅超暖味的 由于台南梅林这边是盛产梅子 所以业者就特别把梅子给入菜 可以看到相当够味的梅子鸡汤 是在冬天里面来上一锅 超级的满足 还有特别的梅子酱汁 加上野菜 特别的是只有在台南梅林这边 才能吃得到 登山完赏完花 来上一锅 吃上一盘真的是大快朵頤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在台南这赏花品尝风味菜 还能来吃这个梅子酱汁入菜 非常棒 谢谢新领先报道